你 小姐 歇歇吧 心浮气躁 枪是不准的 沈叔 你说他是不是故意气我 话比杨大龙不请你 有他不请的道理 他有什么道理啊 他就是跟我耍卷呢 你看 林香马玉 到 你们俩换上农夫的衣服 去杨家大院外打几枪 就说红枪会来了 是 小姐 你过去 小姐 人家正办酒席 你不是砸他饭碗吗 活该 小姐 我可告诉你 杨德忠带了二十个警察 在杨家喝酒呢 杨德忠算什么呀 是 杨德忠那些人不管用 可是今天是杨家的乔迁之喜呀 又是杨德忠设的宴 你说他们去了 万一枪走了火伤的人 那可够杨德忠喝酒呢 真 小姐啊 别生气了 其实杨德忠不请小姐 也有他的难处 你毕竟小姐你没过门啊 你说你去了 人家怎么安排 当宾客代吧 谁配跟小姐通砖 更何况人家杨家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都在 太恭敬了吧 人家杨家没面子 你看不恭敬吧 小姐没面子 你说是不是 反正他不请我 就是他不对 你看你 咱们沈家跟杨家部 没有人情来往 不请 没人吃惊 请了 你看嘛 准比那戏台还要热闹 报告 进来 小姐 小姐准备好了 什么时候出发 我让你穿村妇的服装 你怎么把自己脸抹成这样 不抹不行 脸上太白了 一看就不像 好了好了 回去把脸洗了 不去了 不去了 解散 是 这帮姑娘真是扮啥像啥 小姐 小秦回来了 小秦 她在哪儿 就在门口坐汽车回来的 汽车 好 好 好 哥 你咋还用手抓呢 娘 臭死了 你还要闻 牛粪有什么可臭的 我这哥哥喂着两泡牛粪 闻的味比咱多多了 难为我这哥哥了 哥 人家都恶心到家里了 你还能笑得出来 那有什么笑不出来的 德里哥哥为了争这个掌门 自己给自己扎了马飞不说 还受了这么大的罪 结果还没当上 人家心里头能没气吗 出口气就出口气 这样 我把它扔了 然后洗洗手去敬杯酒 你也别再乌猫着了 出去敬杯酒了 杨 我们今天 莫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谁呀 沈芳 对 他呀 不来倒好 来了你说我把他放在那儿 行了 收拾收拾出去 他不 fala 那姐姐 我哥咋变的一个人呀 这正常 一旦人的地位变了 人也应该跟着变 不能吧 一定的 是这样 这人富的时候和穷的时候 就不一样 当老官跟不当官的也不一样 当大官的跟小官还不一样 人应该学会变化 不会变的人就不会进步 因为他违背了进化论 什么论 这个一句两句你听不懂 比方说 我说人是猴子变的 你信吗 胡说 人是女娲奏的 这年华上有 不过你们外国人有可能 你看你眼睛 其实咱们都一样 年华只是一种文化 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起派 但是它绝对不是真理 行了 我敬酒去了 你也干自己的事去吧 几位叔叔 我敬您杯酒 来 多谢捧场 来 谢谢 吃好喝好啊 好好好 老祖宗们 德龙给你们敬酒 坐坐坐坐坐坐 来 来 来 什么 冯伯伯不让我们去 是 是 冯将军说 他现在虽然身为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可是抗战的事情不是他能做得了主的 而且他自己将来都不知何去何从 所以不能让小姐去 冯爸爸还说什么了吗 冯将军还让我带给小姐两句话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让小姐赶紧找个合适的人结婚 冯将军还送给小姐十箱子弹让我带回来 说东方不亮 西方亮 抗日不一定非得加入国军 这话什么意思 这个我不知道 冯将军没解释 我也不敢问 对了 小姐 冯将军让我带给你一封信 冯将军 播种图 妈妈在前 爸爸在后 弟弟播种 哥哥打扣 男女老少齐报国仇 多产粮食 把窝打走 沈叔啊 这冯伯伯这诗 真是写得清晰明了 直书兄义啊 是啊 什么时候中国的男女老少 真能齐报家仇 好 就好喽 小琴 你一路上辛苦了 先回去休息吧 是 沈叔 我怎么觉得 蒋卫园长好像不太信任冯伯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不让你投奔他 这石箱子弹是什么意思啊 这石箱子弹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琢磨不明白 小姐 这个冯将军是不是 让咱们拉队伍啊 你看 他刚才说东方不亮西方亮 还有这首诗 对 该不是让咱们拖 不会吧 多产粮食把窝打走 有机队 是吗 苍兵于民 是这意思 那个小姐 你说我现在在寻思 冯将军为什么抄这种播种图给你呢 沈叔 要不 咱们也弄个红枪会吧 你想同门吃肥 这世道啊 赤匪白匪都是我 刘叔叔当了赤匪 这冯伯伯又当了白匪 那你想当白匪啊 还是当赤匪啊 赤匪白匪我都不当 我要当土匪 什么 你 你 借这个人 打沙堤你美分 这么喜欢你 你还愁气啊你 哎呀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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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还有不少钱 可是咱们也不能坐吃山空 现在正在建造纸厂 需要很多钱 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赚回来 而且将来 我还要养育子女 我要让他们读书 长大以后 成为国家栋梁 对了 还有我那些姐妹们 她们都是孤儿 但她们不可能一辈子跟着我们 我想给她们每个人 都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 如果有一天她们走了 出去以后 也不愁吃不愁穿 小姐想得真周全啊 那 咱们就闹吧 拉杆子吗 拉什么杆子 咱们这些人够了 现在各地都闹红枪会 咱们也跟她们一样 专打那些罪大恶极的地主老财 不过咱们只管抢钱 不管分地免租 到时候 咱们把抢来的钱挑那些破房子扔点 也算是咱们劫富济平了 行 沈叔 你去踩点儿 咱们兔子不吃窝边草 你找的地方 要能够一夜往返 咱们黑去黑回 尽量不能杀人 完事以后给他们贴点儿标语 都算红枪会的 都算红枪会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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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美 你看她多重备责重 她偷上脱藏拜无赏 我还没见毛哥的面儿啊 谁知她偷上贱杀 姐姐 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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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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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说那个袁妹妹 笑不笑 不笑了 不要 是你心里想她了 春呢 她在这儿呢 她博主卫得罪 她不傻她可 败无傻 我还没见 毛和地鸭 王女余 春 老爷 春呢 小姐 看戏呢吧 院里没人啊 那可能上街了吧 街上人都在院里看戏 她上什么街 那我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 我不是告诉过你 让你跟着她吗 刚才 不是您让我跟着您 倒酒吗 你怎么不去看戏啊 我不愿意看 再说我也看不懂啊 杨 你干什么去 我找春啊 杨 她可能到哪儿玩去了 你到哪儿去找啊 春在杨田秋那儿对 没有 当然没有 你等我找着她的 杨 前面还有客人 别跟着我 马上贵 小妹 你快去找春 告诉她杨去了 快去 纳阳队 老爷肯定是抄小路去的 那是最近的道 我现在告诉村也来不及啊 杨老板 杨老板 纳阳队 叫什么 纳阳队 沈家来人了 给咱们杨老板送贺里来 沈家 人在哪儿 在前准大院看戏呢 快 来 哎呀 纳阳队啊 这个忙 还真绑不上 还真绑不上 沈管家 盈德隆的脾气 你是知道的 他就这么一个妹妹 我怕他气头上 问题是这个杨天秋来历不明 前一阵子又出了杨德仁那个事 再说你们家杨小姐 为啥又跟他相好啊 爱情是没有过界的 再说杨德仁是杨德仁 杨天秋是杨天秋 他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这事挺复杂呀 这个忙帮不了 对 既然杨掌门没在 这个礼我就留下了 男的鬼告辞了 盛管家 请你帮帮我 积德行善 你快起来呀 这个忙我确实是帮不了 你不答应 我就不起来 我也不让你走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酱啊 你 你不能给我 你行 你起来吧 我 我答应 行吧 我答应你 别 快走吧 别 快走 天秋在家吗 快 天秋 刘天秋 我哥来了 快穿衣服 快穿裤子 刘天秋 快 快 衣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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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师傅 我们这 徐人 师傅 你听我解释 师傅 你还露着屁股 师傅 不是那样子 师傅 你听我解释 师傅 我杀了你 哥 哥 哥 我们这是在玩玩 哥 躲开 撤 站起来 师傅 你别逼我 你听我解释 我什么都没做 这脑头 好啊你个小兔崽子 不是 师傅 露原行了吧 我什么都没做 师傅 我早知道你不是好东西 师傅 你听我解释 他想杀我是吧 来 来 杀 他 他 还是我 救死你 他 是我 救死你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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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撒滑了 哥 哥 哥 migrate住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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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 哥 躲哪屋呢 出来 躲哪儿了 哥 你放了他的 那是鬼子 他不是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躲开去 杨掌柜 真 杨掌柜开门哪 杨掌柜 春 小燕 你把杨天秀杀了 王八蛋跑了 多点若给我出去 杨掌柜 杨掌柜 杨掌柜千万不要喊 这事要传出去 令妹的名声就完了 春 怎么回事 王八蛋 春怎么回事 大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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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k 灯 这也不错 衣服 有此相 的 老二 你怎么能用这个按刀 我不用这用哪个 那边那个让杨德龙给发现了 你呀 不是我 是杨天秋出事了 杨天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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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水 人哪 这是话 这事了 杨展官 咱们还是回去吧 别让人看见了 杨天秋 别让我杨栋龙抓住你 杨者乖 快走吧 杨 你误会了 看看 杨 你看看 他们在画画呢 杨天秋做模特 徐游画是要画素描的 你明白吗 不是画的事 这兔崽的是日本 什么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是啥 杀 杨 一把刀不能证明什么 杨天秋在日本留学 他又把日本刀绝很平常 他不是日本人 他的家在东北的宋华江上 他不是日本人 在东北 不是 在这儿 杨人 还疼不疼 哥 我不该那么对你 我怕你把他杀了 他不是日本人 他的家在东北 他不是日本人 对吗 你 养了 这事咱以后会弄明白的 想回家 哦 来 哥背你 杨 我们现在不能回家 为啥 杨人们 哪吒柜说得对呀 那面唱着戏呢 你得赶紧回家 好吧 那他是让你照顾点的 天黑以后我来接你们 沈初 走 大姐姐 他是日本人吗 应该不是 可他怎么有日本当 还有地道 春 他在日本待了这么长时间 有道不奇怪 至于地道 我想不会是他挖的 那有很大的工程 他来这个地方才多久啊 应该是 杨德利为了躲土匪挖的 大姐姐 我怕 是 春 你真的爱他吗 他也爱你吗 那就不用吧 我相信爱情的力量 就算他是日本人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 不 他不能是日本人 我不能爱日本人 我二哥就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他们用刀把他的肚子破开了 肠子撒了一地 我二哥拼命地要往回塞 他们用刀把肠子剁成一截一截 一截一截 春 春 老姐姐 他不是日本人 他不能是日本人 他不是日本人 他不是日本人 但愿他不是 他不是日本人 他不是日本人 他不是 parlament理 实际 马晨 老爷 这是沈家送来的礼物 放哪儿吧 老爷 我给你沏杯茶吧 不用 对了 小美 我问你个事 春 经常一个人出境 小姐上哪儿去 都是我跟着 她经常去田秋那儿吗 也不常去 一礼拜去一趟 杨天秋给她上课 然后小姐回来就自己画画 然后再一礼拜再去听一次课 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你干什么 我烧水汽茶呀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不让她去田秋那儿 你忘了 我没忘 可是小姐要去 我有什么办法 她去田秋那儿 你可以告诉我呀 我想告诉 可是小姐不让我告诉 我也没有办法 行了 你下去吧 老板 小姐现在在哪儿呢 在田秋家的住处 这么晚了她还在那儿 受了点伤 在那儿歇着呢 那你堵住他们了 你知道他们的事吗 我 我是说你看到他们上课了 小美 我问你 他们总是那样上课吗 我是说脱衣服 也也不总脱 有时候 我不知道 你不告诉我你在那儿 欺啥吗 我是欺啥 可是我有时候欺 有时候不欺 老爷 你不告诉我你在那儿欺啥吗 你还是叫我伺候你吧 为什么 伺候你呀 你一个人说了算 伺候小姐呢 你们俩都说了算 再加上那掌柜 她也说了算 我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行了 以后你就听春一个人的 去吧 去吧 睡吧 春儿 春儿 跟哥回家 来 我背你 来 扶好了啊 弄好了 弄好了 把杯弄来 慢点 不疼 去 给小姐烧点热水 行了春儿 你先歇着 哥走路 照顾点儿呢 我认为她不是日本人 你认为个 行吗 好好照顾她 哥 对不起 没事 没啥对不起的 别多想 歇着吧 我能不想吗 是我瞎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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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儿 你也想要避免 你再说 你还不想死呢 啊 你也不想死我了 你也不想死我了 我 你也不想死我了 你也不想死我了 我 你也不想死我了 就杀了他 行了 春 别多想了 没事 这件事啊 哥会弄清楚 但是丑话得说在头里 如果他要真是日本人 哥可不会放过他 我也不会 哥 我没忘了我二哥 春 我知道 歇着吧 春 别多想了 哪大傻 你跟我处理一下 哪大傻 我求求你 下回别在春的面前 再提杨天秋是不是日本人 行吗 行吗 金 对了 忘了问你 沈叔怎么来了 我求甚管家去的 我怕你太冲动会出事 这么说你知道春和杨天秋的事 是 我还帮了春不少忙 你还帮了他的忙 杨 杨 原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是你们老祖宗说的 你疯了呀 你混蛋你知道吗 杨 如果他真是日本人 我可能真是混蛋 那他可能不是 胡说八道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 剑平一把刀真的不能说明问题 他朝里拿的那是啥 武士刀啊那是 我问你知道吗 杨 他在日本五年 也可以学武士刀啊 他这个画家他要刀干什么 你也是一个画家 你不是也会武功吗 胡搅蛮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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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还是等弄清楚再说 不要给春太大的压力 否则 他会崩溃的 这件事 照顾这事 沈家送的礼物你别忘了 你得回放一下 我的事你管不着 三宗 他 我 我 他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我们演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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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本来就是你的 我只不过还你吧 我跟你说几句话 这两块板我带来了 我记得你送给我的时候 说杨德龙 以后你皱眉头的时候 心里头不痛快的时候 别闷着 说出来 说一段武松打虎 但是我今天说不出来 我只想跟你说说心里话 武松是英雄 杨德龙不是 杨德龙是个狗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